大家好,我是小谷银 这节课补充一下使用字符的一些技巧 首先是字符的数字转化成数值的数字 我们看一下ASCI编码表 字符0实际上对应的不是数字0,而是48 也就是说ASCI编码48对应的是字符0 而ASCI编码0对应的是空字符 所以写代码的时候就要注意字符0和数字0是不一样的 有时候为了方便运算 我们需要把字符0转换成数值0 我们再看一下ASCI编码表 可以发现字符0到字符9的实际数值 其实就是连着递增的 这样的话字符数字转换成数值数字就很简单了 只需要减去字符0就可以了 像这样子 我们再对照一下ASCI编码表 我们再对照一下ASCI编码表 减去字符0就是49-48 也就是1 50-48就是2 51-48就是3 52-48就是4 后面一直到字符9 都是同样的操作 而且由于字符0到字符9是连着递增的 所以如果字符数字想变成其他字符数字 只需要加减一下就可以了 例如我想字符5变成字符1 字符5只需要减数值4就可以了 如果我想字符5变成字符8 字符5只需要加数值3就可以了 再对照一下ASCI编码表 字符5就是53-4就是49 也就是字符1 53加3就是56 也就是字符8 不过要注意 这样子显示得不到字符1的 现在可以暂停一下 想想会输出什么结果 对照一下ASCI编码表 字符0加字符1 就是48加49 结果是97 对应的是小写字符A 我们编译运行看一下结果 可以看到输出的就是小写字符A 我们再看一下大小写字符 同样可以发现26个大写字符也是连着地增的 然后隔着几个符号之后 26个小写字符也是连着地增的 也就是说26个大写字符减去大写A 得到的结果就是0到25 一共26个数 26个小写字符减去小写A 得到的结果同样也是0到25 一共26个数 这个特性对优化代码是非常有帮助的 所以需要非常熟练 接下来讲解如何判断一个字符 是不是数字字符 如果是就输出处 不是就输出false 现在可以暂停想想 这个判断条件应该怎么写 首先是第一种最笨的方法 判断条件是 输入的字符 是不是10个数字字符中的其中一个 我们编译运行看一下结果 输入5 输出处 再运行一次 输入A 输出false 接下来说第二种方法 对照ASCRI编码表 字符0是48 字符9是57 字符0到字符9是连着递增的 所以判断条件可以这样写 C大于等于48 并且C小于等于57 我们编译运行看一下结果 输入5 输出处 再运行一次 输入 A 输出false 第三种方法就是 把这个48 改成字符0 把这个57 改成字符9 因为字符0 就是数值48 就是数值48 字符9就是数值57 这样写就会比刚才ASCRI编码更好记忆 我们编译运行看一下结果 输入5 输出处 再运行一次 输入A 输出false 现在可以暂停视频 抄一下代码熟悉一下 第四种方法就是 引入 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用来判断一个字符 是不是数字字符 如果不是数字字符就返回0 如果是数字字符就返回非0 之前说过0 在布偶类型里面就是false 非0就是处 至于为什么这个函数返回的是0和非0 而不是返回处和fax 这个问题留到等一下总结cctype的时候再说 我们编译运行看一下结果 输入5 输出处 再运行一次 输入A 输出false 现在可以暂停视频 抄一下代码熟悉一下 接下来讲解 如何判断一个字符是不是大写字母 如果是就输出true 不是就输出false 现在可以暂停想想 这个判断条件应该怎么写 根据前面学到的知识 每个大写字母都判断一次 还有直接判断ascri 编码值 这两种方法太笨了就不再讲解了 第一种方法是判断输入的字符 如果大于等于大写字母A 并且小于等于最后一个大写字母 这样就写完了 我们编写运行看一下结果 输入大写字母Q 输出true 再运行一次 输入小写字母A 输出false 现在可以暂停视频抄一下代码熟悉一下 第二种方法是引入cctype 用到里面的std双冒号isUpper函数 调用std isUpper函数 把c作为参数传入函数里面 编译运行看一下结果 输入大写字母Q 输出true 再运行一次 输入小写字母A 输出false 现在可以暂停视频抄一下代码熟悉一下 接下来讲解 如何判断一个字符是不是小写字母 如果是就输出true 不是就输出false 现在可以暂停想想 这个判断条件应该怎么写 第一种方法是判断输入的字符 如果大于等于小写字母A 并且小于等于最后一个小写字母 这样就写完了 我们编译运行看一下结果 输入大写字母Q 输出false 再运行一次 输入小写字母A 输出true 现在可以暂停视频抄一下代码熟悉一下 第二种方法就是 引入中文字符称入 输入小写字母A 输出处 现在可以暂停视频抄一下代码熟悉一下 最后讲解CCType库里面的所有函数 这些函数分为两种 一种是用来判断的 另外一种是用来转换的 首先讲解的是这些判断函数 从它们的函数声明可以看到 它们都只有一个int类型的参数 用来保存传入的字符 因为字符不只是一个字节 所以参数类型不能是chall 然后还可以看到 它们的返回值类型也是int 现在解释一下为什么返回类型会是int 因为当时的细语言没有不额类型 就是这么简单 细语言是用0代表不成立 用非0代表成立 其实是跟之前学到的 不我的知识是一样的 在西加加中 0代表force 非0代表true 为了更好的讲解 后面讲的返回值 非0我会直接说true 0我会直接说false 现在按顺序讲解每一个函数 is lnorm 用来判断字符是不是字母或者数字字符 如果字符是字母或者是数字就返回处 is alpha 用来判断字符是不是字母 如果字符是字母就返回处 is control 用来判断字符是不是控制字符 如果字符是控制字符就返回处 is digit 用来判断字符是不是数字字符 如果字符是数字字符就返回处 is graph 用来判断字符是不是除空格以外的可见字符 如果字符是空格或者控制字符就返回forse 如果字符是空格以外的可见字符就返回处 is lower 用来判断字符是不是小写字母 如果字符是小写字母就返回处 如果字符是大写字母或者是其他的字符都会返回forse is print 用来判断字符是不是可见字符 这个可见字符包括空格 如果字符是空格或者是其他可见字符就返回处 如果字符是空字字符就返回forse is punctuation 用来判断字符是不是英文的标点符号 如果字符是标点符号就返回处 is space 用来判断字符是不是空白字符 如果字符是空白字符就返回处 空白字符包括空格、水平置表符、化行符、垂直置表符、化叶符、回超符 is upper 用来判断字符是不是大写字母 如果字符是大写字母就返回处 如果字符是小写字母或者是其他的字符都会返回forse is ext digit 用来判断字符是不是16进制的数字字符 如果字符是数字字符 或者是大写的ABCDEF其中一个 或者是小写的ABCDEF其中一个 就返回处 把这些判断函数总结成一个表就是这样子 接下来讲解用来转换的函数 只有两个 如果传入的字符是大写字母 这个函数就会返回大写字母对应的小写字母 如果传入的字符不是大写字母 这个函数就会直接返回传入的字符 如果传入的字符是小写字母 这个函数就会返回小写字母对应的大写字母 如果传入的字符不是小写字母 这个函数就会直接返回传入的字符 接下来演示一下这两个函数 首先引入cc type 然后调用to lower 传入大写字母a 然后在前面生命一个错好类型的变量a 用来保存转换后的结果 然后调用to lower 传入感叹号 然后在前面生命一个错好类型的变量b 用来保存转换后的结果 然后调用to upper 传入小写字母a 然后在前面生命一个错好类型的变量c 用来保存转换后的结果 然后调用to upper 传入大写字母q 然后在前面生命一个错好类型的变量d 用来保存转换后的结果 最后输出 abcd保存的值 我们编写运行看一下结果 对照一下代码 to lower函数将大写字母a转化成小写字母a 如果不是小写字母a 如果不是小写字母a q就直接返回大写字母q 这节课的内容就到此结束了 感谢各位的收看 再见